据NBC10月18日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控诈骗、诽谤、煽动暴力等官司 目前面临至少10起民事诉讼 其中一起特朗普的保镖于2015年在特朗普大厦外 涉嫌殴打抗议人士的官司 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刚萨雷兹已下令 特朗普必须于18日宣誓作证 接受询问 报道指出 特朗普执政期间对于民事诉讼采取拖延策略 对某些官司则声称身为现任总统拥有豁免权 但现任之后 逃避手段已经越来越少 美国交通部长布迪吉格10月17日表示 美国供应链问题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 许多公司正继续与供应中断作斗争 布迪吉格指出 可以采取短期和长期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发生的部分不仅仅是供应方面 这是需求方面 需求超出了预期 零售销售正在穿过天花板 同时港口迎来了创纪录数量的货物 他认为这是由于需求上升 而需求上升又是由收入水平上升引起的 然而他承认供应链跟不上不断增长的需求 他还提到拜登政府目前正专注于供应链运营 且补充说缺乏可用的卡车司机也影响了供应链问题 并表示他的部门正在与州机动车辆部门合作 以加快商业驾驶执照的颁发 10月18日 家长老师和一些孩子参加了南加州的一系列抗疫活动 这是全州范围内反对加州学生接种新冠疫苗规定的一部分 组织者呼吁父母将孩子留在家中或让他们停课 以抗疫州长纽森的新冠疫苗授权 纽森10月1日签署了一项要求 一旦疫苗获得完全批准 加州随之成为第一个强制要求公立和私立学校符合条件的儿童 进行疫苗接种或核酸检测才能上面授课程的州 不遵守规定的学生将被要求自主学习 有医疗豁免和宗教豁免的人除外 疫苗令最早可能在2022年1月开始 但更有可能在7月开始 有家长表示他们不是强烈反对疫苗类型的人 只是觉得没有足够的长期数据来证明这一任务是合理的 其他家长政变说 为了在加州上学 学生已经被要求接种其他10种严重疾病的疫苗 据悉在加州 85%的符合条件的居民现在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苹果公司10月18日发布了新品 其中包括搭载苹果自主研发的M1 Pro芯片的MacBook Pro芯片 但没有噪音消除等更高阶版本具有的功能 售价为179美元 苹果计划继续以129美元价格出售老款入门级AirPods 伴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 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消费者正深受供应链不稳的影响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企业就包括美国知名运动品牌Nike 据统计Nike约四分之三的鞋类产品产自东南亚 一半以上的鞋类产自越南 但由于越南此前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采取的严格工厂限制措施 数百万工人停工 Nike鞋类的产量骤降 有专家估计 这期间Nike鞋类产量下降了1.8亿双之多 而当越南放松限制后 员工并未返工 而是逃离越南南部的工厂返乡 政府估计撤离的工人可能超200万人 据估计 美国Nike目前商品库存创30年以来最低纪录 仅能维持一个月左右的销售 9月底由于供应链问题 Nike已经下调了全年销售预期 10月18日 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 希腊·波罗奔尼萨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采集成功 在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赫兰神庙遗址前 奥运火种再次为北京点燃 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鲁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 与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在清 共同出席了当天的采集仪式 按照计划 北京冬奥会火种将于19日 在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 由希腊奥委会转交给北京冬奥组委 北京冬奥组委的工作团队 将于当天乘坐航班将火种带回中国国内 北京冬奥组委员